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我知道小紅貓媽媽出門了 我的機會來了 哈哈 拿著一個蛋糕 叮咚... 有人在家嗎 我是隔壁鄰居的阿姨 有人在家嗎 我烤了好香好香的蛋糕 要給妳吃喔 大家來看看 這蛋糕好香 好好吃喔 叮咚... 媽媽說 她不在家的時候 我好像不可以開門啊 怎麼樣呢 叮咚... 我知道有人在家的啊 開門... 哪一個小朋友在家 有好好吃的蛋糕喔 我要開門嗎 媽媽說不可以開門 不可以讓陌生人進來 我不認識那個阿姨 我不認識那個阿姨 我當作媽媽在家好了 媽媽... 阿姨來了... 阿姨來了... 小朋友... 我知道是你啊 來 快點開門 我有好吃的蛋糕 要給妳吃喔 怎麼這個... 這個... 好像有點怪怪的 媽媽說 當有人一直告訴我們 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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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一定是不好的人了 那麼... 媽媽我打電話給妳 哈囉 媽媽... 有人來喔 她講要開門喔 快跑快跑 你不是... 你是壞人 被發現啦 不行不行 我要變個方式 來... 換一個送包裹的吧 現在很多人送包裹 叮咚... 有人在家嗎 送包裹來啦 您訂的包裹已經送到啦 叮咚... 媽媽說... 如果有人送包裹呢 我們不開門 你放在外面好了 不開門... 不行啊 我們要簽收啊 所以叮咚... 叮咚 快開門快開門 不可以 簽收 我不要... 我不要... 媽媽說不可以開門 怎麼辦呢 要騙不到她耶 我來看一看 要怎麼辦好 小朋友 這個包裹裡面 有很好的禮物喔 所以你要趕快 開門來領包裹喔 啊... 你不是... 你是大野郎 你不是送包裹的 小哥必分事啦 快跑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陳莉婷 讓我們歡迎 我們今天的老師 張曉燕老師 清清清清清清 大家好 莉婷好 是 張老師 今天我們演這一部話劇啊 好像跟小野郎 和小紅帽有關 但老師想要傳達的是 什麼樣的一種意識呢 各位小朋友們 今天呢 老師要傳達給大家的是 當父母親不在家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可以隨意開門 剛才老師還有莉婷 我們都演了 我們不能隨意開門 給那些陌生人 這樣莉婷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可以隨意開門嗎 嗯... 我猜可能是怕有危險吧 對嗎 對... 因為呢 當我們不認識的人的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那個人 是好人 還是不好的人 這樣避免這樣子的問題呢 我們就不開門給陌生人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爸爸 或者是媽媽 這樣知道 那這樣子 那會不會把爸爸媽媽的客人 或者朋友趕走了呢 對... 我們可能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 可能我們就當作沒有人在家 就當作完全沒有人在家 靜靜的人 就好像有人叮咚叮咚的時候 我們保持安靜 不回應 不回應 就假裝沒有人在家 那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嗎 老師 第二個呢 就假裝爸爸媽媽有在家 我們不給陌生人知道 家裡沒有大人 雖然這樣子的情況不一定會發生 但是如果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就以為家裡有人這樣子 爸爸爸爸媽媽媽媽 有人來了 這樣子如果那個人是不懷好意的話 那麼他可能就會快快跑了 是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打電話 給爸爸媽媽是吧 對 那我們要怎麼講呢 對... 如果你真的是確定 阿姨或者是阿姨 或者是哥哥 你等一下我打一個電話 給爸爸媽媽確認一下好嗎 你就打一個電話 會比較安全的 或者是現在送包裹的 他們其實有我們爸爸媽媽的電話嘛 對不對 我們不一定要開門給他 我們可以叫他放外面 或者是叫他直接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就好了 是 因為就是現在太多 就是怕有不同的詐騙案啊 對啊 危險啊 還是有其他的危險啊 所以小朋友們也要懂得保護自己對吧 對 我們要學會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一定要小心 不隨意開門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就放在外面 或者是在外面留個言 或者是發個信息給爸爸媽媽 這麼 這樣會更好的 這就是因為我們很難避免說 有時候小朋友一個人會留在家裡 對... 那當然如果我們希望說 可以做到安全第一的話 最重要是跟父母親聯繫 對 是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安全意識 好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好 這個單元呢 我們要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來學會 安全意識 學會說 No 不 我們繼續有我們的張小燕老師 歡迎張老師 嗨 大家好 對 我看到這邊有兩個小人偶 他們穿的衣服都好漂亮耶 可是為什麼會有兩塊紅布在女生身上 然後男生則是她的臀部那邊 也有一塊小紅布呢 對 這個 莉婷 這個不是最新款的款式 這個不是最新的那個時髦的 不是 這個紅布呢 其實老師是要告訴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也告訴莉婷 這兩個紅布跟後面那一個紅布呢 就是危險地帶 我們就是隱私的部分 我們不給其他人輕易地觸碰 我們這個紅色的部分 你知道這個紅色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去代表這個是紅色部分嗎 怎麼稱呼這個紅色的區域部分 不知道耶 老師 這就好像說 比如說你穿泳衣 我們去泳泳的時候 我們穿泳衣 那麼那個泳衣遮蓋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要給人家看的 不隨便給人家看 不隨便地去讓別人去觸碰的 所以它算是我們比較私密的一些部分 對 比較隱密的 我們不讓給人家看的 OK 也不要給人家觸摸的 OK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有兩個這個可愛的小玩偶 我們就看一看 麗婷 你還記得嗎 剛才的那個部分 紅色的部分 對 我們用一個交叉來看一下 這個交叉應該放在哪裡 不可以觸碰的部分 好 我看男生 男生也是有胸部 但男生的胸部 你弄那個女生 這個是女生啊 女生的胸部 這邊肯定不可以觸碰我們的上半身 穿泳衣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會遮蔽起來的 對 我們不輕易給人家看 當然 下半身 我們也是有私密的部分 對不對 對 就好像我的這個 同樣打叉 我的這個男生的也是一樣 我們不輕易給人家看 不輕易給人家觸碰 來 我們轉過來後面 轉過來後面看 對 我們後面還有臀部 它也是我們私密的部分 No 不輕易讓人家觸碰 那老師今天要教小朋友的就是 說不嗎 對對對 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不輕易給人家觸碰 我們也有權利說不 我們可以說不要 我不想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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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那麗婷 你知道嗎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也是我們可以拒絕的 對 我知道 就是嘴巴很多時候 好像有一些不懷好意的人 那可能想要親親我們的嘴巴 對 我們也不 我們不讓他輕易地親吻我們 或者是觸碰我們的嘴巴 那如果那個人真的很堅持要觸碰我們 老師 我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說 我們不要 你可以不要親我嗎 我們可以 記手 記手 就是給一個替代方案 對 對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這幾個圖 好 以上這幾個圖 就是可能我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來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他好像有一個大人要碰這個小女生 要抱他是嗎 老師 對 對 對 如果他要抱或者是要親 我們可以說 如果我們覺得不舒服 我們不喜歡 我們覺得怪怪的 我們可以說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抱我 這樣爸爸媽媽可以抱嗎 爸爸媽媽應該可以吧 爺爺奶奶也可以吧 老師 對 對 對 這樣子我們一定是 小朋友你一定是有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親密的人 就好像爸爸媽媽 你覺得你跟他很親密的 可以被信任的 你很喜歡的 那麼這個人就是可以親你 可以抱你的人 但是一定是你覺得可以的 舒服的 不是舒服的 就是不會有那種怪怪的感覺 或者是會有那種不舒服 不安全 那麼你有權利說 不 我的身體是我的 我可以說不 那老師如果有一些人 他給我們看一些怪怪的視頻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那些紅色的部位 在視頻裡頭 它可能都裸露 有出現的 沒有蓋起來的 對 如果它有給我們看到的 它沒有蓋起來 那麼我們有權利推開它 不看 我不看 我不要看這些東西 不管是照片也好 視頻也好 什麼都好 都不看 因為這些是要被遮蓋起來的 我們不合適 那我可以跟爸爸媽媽說嗎 有人要給我看這樣的東西 我要怎麼說呢 老師 如果你有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告訴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剛才 有人這樣子的情況 一定要告訴我們的爸爸媽媽 要把它當成非常重要的事情 告訴爸爸還有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可能會採取 特定的行動來保護我們 包括比如說以後這一類的危險人物 我們可能不要接近它 或不要讓它接近我們 對 危險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圖 這個我的同學有遇過 就是突然有一個奇怪的叔叔 把他的衣服打開 然後打開 裸露全身 對 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們不要 我們可以說不要 然後我們趕快地跑掉 去找我們的媽媽 爸爸 或者是老師 要求救了 對 要求救了 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我們不要看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你看這一個圖畫 是什麼樣的意思 你看它的衣服 好像有人叫我們脫衣脫褲 對 這樣子脫衣脫褲 這樣子是不對的 有人叫我們不要 就把那個衣服打開 拿掉 這些是不對的 我們可以說不 我們不要 老師常常有一種情況 可能有一些意圖不良的人 他會說來叔叔給你糖果 叔叔給你玩具 或者姨姨給你玩具 你把你的衣服脫掉好不好 對 這樣子的情況 你就覺得 只要有人叫我們把衣服開掉 這個是不正確的 這是不對的 除非是爸爸媽媽要跟我們洗澡的時候 對 還有呢 就是小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學自己 慢慢地學自己洗澡了 也對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可能那個叔叔 或者是阿姨會說 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好嗎 我們來玩糖糖遊戲 睡覺遊戲 抱抱遊戲 或者是脫衣服遊戲 這些都是不對的 而且我們不要 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一定要跟你相信的大人 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說 對不對老師 對 或者是趁著我們 在洗澡啊 脫衣服的時候 趕快拍照 這是不對的 馬上跑去找我們的爸爸媽媽 爸爸 剛才這樣 有人拍我 這是錯的 要馬上告訴我們的爸爸媽媽 還有最後你看 這個照片真的非常重要 只要有人告訴我們 你不要跟你的爸爸講 你不要跟你的媽媽說 這一些 當有人一說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就是不對的 我們一定要告訴我們的 爸爸媽媽 所以越是提醒你 不要告訴爸爸 把他當成一個秘密 這句話的 這個有講出這句話的人 我們越要提防他 對不對 對 尤其是有時候 可能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你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你也要馬上 告訴你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老師等等的 是 因為如果是 坦蕩蕩的 沒有什麼可疑的事情 通常我們不會交代小朋友說 你不可以告訴爸爸媽媽媽 對不對 對 那如果他講了這麼一句話 那就是有可疑了 特別要小心 特別要小心 所以這就是今天老師教我們的 說不 保護自己 等等的安全意識 希望小朋友都把它學起來喔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們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的保護自己 有安全的意識 尤其是我們可能每一天會碰到不同的陌生人 或者我們不熟悉的人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照顧我們自己呢 我們再請教一下張小燕老師 嗨 好 像這樣子呢 我先給麗婷知道一個訣竅 就是我的身體是我的 我的身體是我的 當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不安全 你覺得怪怪的 你好像覺得 好像有點恐怖很緊張 欸 這個就是 你就是可以說 我不要 請讓開 我跑了 這樣子 別碰我 對 那老師 我有沒有辦法更好地記得 這一些我要保護自己的東西呢 嗯 在這之前呢 我想請問一下麗婷 有沒有一些時候呢 父母親說 欸 有可能叔叔啊 或者是阿姨啊 告訴我們 我要Kiss你一下可以嗎 我要親吻一下 有 常常我們從小到大都會碰到 來阿姨抱抱 來阿姨親親 那我怎麼拒絕好呢 才不會顯得我不禮貌呢 對對對 因為禮貌非常重要嘛 這樣子 第一個 麗婷來 我們雞姐手 愛 雞姐 還有呢 還有第二個 我們送一個緋文 欸 這個也不錯喔 緋文 因為不會碰觸到身體嘛 對不對 摸手 我們是好朋友 欸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聽說因為現在病毒期間 大家都要學會保護自己 照顧衛生 我們可以碰手肘 欸 這樣子也是很棒的 對嗎 所以我們沒有親嘴啊 沒有抱抱 也是可以 欸 非常友善的 是 各位小朋友 今天其實張小燕老師 還準備了一首歌 來提醒大家喔 我們一起來聽聽 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是我的 別人不可觸碰 我會好好照顧他 不隨便讓人觸碰 隨意碰 我會喊 嘿 你 聽聽 我會叫爸爸媽媽和老師 救命 我的身體是我的 別人不可觸碰 我會好好照顧他 不隨便讓人觸碰 誰一碰 我會喊 我會喊 你 聽 我會叫爸爸媽媽和老師 救命 救命啊 哇 老師還特別設計了這首歌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歌詞好了 好的 這個歌詞呢 的題目是 我的身體是我的 那麼它就是我們再重複一次喔 我的身體是我的 我的身體是我的 別人不可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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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好好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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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隨便讓人觸碰 不隨便讓人觸碰 隨意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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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喊 我會喊 嘿 你 聽 嘿 你 聽 我會找 我會找 爸爸 爸爸 媽媽 媽媽 和老師 和老師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就這樣子的 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找我們信任的大人 來幫助我們 對 對 所以呢我們就一定要記得這首歌 想帶來的東西喔 是 那老師今天這堂課 要告訴同學就是說 有幾件事情對吧 對 我們來試看麗婷 你還記得嗎 我們一開始老師已經有教了 如果父母親不在家的時候 或者是可能在樓上啊 在後邊啊 但有陌生人來按門鈴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那可能有幾個方法 第一就假裝就沒人在家 對 不要嘛 就假裝有大人在家 就叫爸爸媽媽 媽媽 快來啊 對 讓陌生人以為 家裡有大人的 他們會比較緊急 對 如果是真的擔心有急事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呢 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跟他們求證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他們的朋友來找 當然最好還是不要開門 可是老師 我們也學過了 如果有人送包裹呢 這樣子的話 就這樣直接聯絡我們的父母親 或者是直接放在外邊就好了 這樣再來第二個 我們有學說不 不 對 什麼時候 主要是保護我們自己的身體 對 就是剛才我們那個紅色的部位 我們都不輕易給人家看 我們也不輕易讓別人觸碰 然後呢 如果有人要給我們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說不 我們拒絕 是 最後就是這一首歌了 這首歌就是叫我們就是說 不讓別人隨意觸碰之外呢 我還要懂得求救 找爸爸媽媽或者是老師 救命啊 救命啊 快來幫幫我 對 當我們遇到有不對勁 不舒服 不安全 記得一定要把它當成 非常重要的事情 告訴我們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親近的人 告訴他們這一件事情 如果那個人叫我們 你不要說這是一個秘密 就一定要說 好 那小朋友們 今天都學會了嗎 相信大家都可以學起來 那老師今天我的表現如何啊 對啊 今天麗婷的表現真棒啊 其實呢在整堂課的時候呢 老師都有做了評估 等一下呢 在課後老師會把這個評估呢 再記錄下來 我發現了麗婷真的表現得非常棒 謝謝老師 謝謝麗婷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我們一定要好好記在心裡 就是第一點 陌生人來按門鈴 不要隨便開門 可以聯絡爸爸媽媽求證 第二點 如果別人要隨意觸碰我們的身體 那個人不是你的爸爸媽媽 不是你信任的人 那你一定要告訴爸爸媽媽求救 而且呢你自己也可以說不 對 停 對 對 最後就是我們的這一首歌啦 你要記在你的腦子裡喔 這首歌告訴我們的是 我的身體是我的 別人不可輕易觸碰 尤其是包括那個 剛剛我們講的紅色的區域 對 對 對 這些都是我們私密的部分 別人不可以隨意觸碰 也不可以隨意裸露給你看喔 如果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記得一定要告訴爸爸媽媽 或者老師喔 謝謝張小燕老師 今天給我們帶來這個分享 謝謝一琴 也謝謝所有聽課的小朋友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 拜拜 再見喔 我的身體是我的 別人不可觸碰 我會好好照顧它 不隨便讓人觸碰 隨意碰 隨意碰 我會喊 陪你聽 我會叫爸爸媽媽和老師救命